我一直对意识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 我们的大脑每天接受上映的信息 是世间最复杂的处理器 对同样信息的不同处理 也遭就了不同的我们 我一直想做一件关于意识有关的作品 在2018年我在森兰学习的时候 我就开始探索如何用艺术的方式 呈现艺术活动 回国以后我看了一部电影 《甜水中有蝴蝶》 男主得了必锁症 不能与人沟通 他用全身唯一能动的器官眼皮 写就了一本书 书中他写道 现实就是一座潜水中 用我的灵魂 能入冲破潜水中 展翅飞翔 之后 我一个朋友家人得了 得了很严重的病 然后我从侧面能知道 病痛对人的致命的打击 那个时候我就决定 我要为植物人做点什么 我在网上查了大量的资料 先联系了一直帮助病患的 艺术家吴超老师 然后和志愿者马少典 马少典带我去了 中国康复中心采访了 王金医生 然后我又走访了 研究人民医院 采访了神经外科的 李静莲主人 李静莲主人体验了 我在芬兰的作品 李静莲表示非常的感兴趣 并向我推荐了 陆军总院的何江宏主人 我向他介绍了我的想法 我想结合可存的脑颠簸设备 对植物人的脑部活动进行监测 从而实施生成图像 对他们进行视觉刺激 来达到康复训练的目的 我们的第一个测试 是让病人带着眼动VR设备 测试病人的艺术水平 通过测试我们发现 抽象图形对病人的吸引力最大 所以我决定我的视觉风格 是走向抽象的风格 2018年12月 我得到了中国科学院 余山老师的算法支持 为我们的设备提供了一套 独一无二的算法 让我们获取脑颠簸设备的时候 能够更加专业地处理到 实施的数据 技术的部分实际上 是跟设计的部分 是同步进行的 因为我们是要用脑颠簸 来生成视觉 所以虽然最后看到的画面 是3D的 但实际上 我并没有建模 然后每一个画面 都是由算法 逻辑 生成的 然后根据实时的数据 来进行非常丰富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如果要调一个颜色 我们是算出来 要什么样的颜色 而不是直接在画面上 选一个颜色 而且这件作品 不是一件纯表达性的作品 它属于功能性艺术 和艺术治疗的范畴 我们利用可穿戴脑电波设备 将病人的实施脑电波生成出来 以此来帮助 处于微意识状态下的植物人 进行视觉康复自己 并帮助家人在亲情交流的情况下 了解植物人的脑部活动 这是在现有技术下用脑电波和新媒体的方式 来解码人的意识的一次尝试 很多植物人的状态是被误解的 如何让大众认识植物人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大众是 我们先看看现在大众是怎么认识植物人的 大众现在认为植物人第一 它是一具僵尸 它没有情感 也没有自己的感觉 什么都没有 它甚至疼痛什么都不会有 第二个植物人不可能醒 它这是个终生的 是不可能醒 这是大家普遍认识的概念 所以这都是不对的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给大家沟通的是 第一是植物人它有很丰富的这种感觉 甚至有些病人里边他还有了一些情感 或者一些智力的一些活动 他们是需要治疗的 第二呢 植物人不是说所有的植物人都是不可能醒的 这里边有不可能是病人经过努力 可是可能醒的 所以这里边的这两条重要的信息 传达给大众的话 就会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植物人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 而不是一种需要放弃的绝症 所以我想用艺术来敲门 去敲醒在屋子里沉睡的植物人 最后在展览的现场 我会有个脑电波的互动装置 正常人也可以去体验 看到他们的心念所动 墙上我想刻一句话 人生的意义不在外面 而在我们的双耳之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